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知道 在刺客无了七一支部动漫中 主角爱青的魔道千刃是大家公认的最强武器 它本是神断国国宝,被千年恶灵开手 此只攻不防,天下无双 而它之所以这么强悍 主要是因为它由一千块碎片组成 并且只攻不守,千变万化 下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吧 当初主角刚成为爱影刺客时 因为吃牙的挑战 导致当时的配件一下就被对方咬断了 若不是亲凤出手相救 主角或许早就死在吃牙手上了 虽然它力量强大 且对于战斗有十分强大的敏锐度 但是因为武器的原因 它硬是败下阵来 不过后来它硬是在自己的努力下 轻心万苦的拿到了魔道千刃 而主角在得到这个号称天下第一的武器后 迅速坐稳了爱影刺客的位置 甚至还成为首席爱影刺客 但是大家后来才发现 魔道千刃其实须有其名 它并非是最强的武器 真正天下第一的武器 其实是白旗手里的棍子 但这不是普通的棍子 而是神杖研磨 这可是一个一千条命都不能抵的神技武器 据说这个神杖中隐藏着巨大的力量 并且也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 而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你觉得哪一个更巧悍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